我要弹四小节的旋律 然后让大家自己去填词 我们的小营员写了十一首 他们想创作的词 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的宝藏唱作人 隔壁老凡 凡凯杰 我想说过去的时间 我谁都不为 98年的一位少年叫老凡 我比你大了八岁 我是90年的 我叫小虎 一个拥抱融化动的夜寒 秦宇今天造型很漂亮 这两个小鹿角 特别像一个可爱的小鹿精灵一样 是龙角 龙角 不好意思 原理今天是小龙人是不是 心心眼睛扎压扎 大眼带着天晚回来了 有爸爸妈妈陪伴着自己成长 是一件特别幸福 特别珍贵的事情 好好的跟我们的爸爸妈妈们说一声 你们辛苦了 这么小的年龙怎么能有如此的经验 刚才你的一朝一世一个眼神 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合格的音乐剧演员 用歌声放飞同声 欢迎来到芒果TV宝贝游戏天籁同声的现场 我是你们的同声助力人小虎 欢迎大家 来 葛仙村过几天神仙日子 本节目由江西上扰 葛仙村度假区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本节目官方合作品牌小金线四姑娘山 天然杀奇视频有限公司大力支持 谢谢你们 首先还是用掌声欢迎我们的两位辅导员 王凯峰提睦老师 今天是我们的第三轮公演现场 本次的公演主题是与梦同行 加入芒果TV会员每周一中午十二点 抢先看宝贝游戏天籁同声 快来解锁吧 接下来这首歌是由李新荣的爸爸创作的 是孩子对父母最直接的告白 父母是一棵遮蔽烈日的大树 是一阵沁人心体的威风 是一双飞向梦想的翅膀 为孩子创造了一个自由快乐的小世界 在成长的旅途中 有了他们也就有了幸福 接下来掌声有请李新荣 谭文心和何又熙带来 有你就幸福 有请 我们从你们唱完合唱 然后准备走那个鞋排 那个地方开始 王凯老师好 下午好 我刚才跟他们说 他们的状态的问题 其实 KAMI有一个毛病就是 就不管做什么 他盯着地板 然后整个人的状态也很斜 走位 KAMI又在看地上 你说有戏啊 有戏肯定能好啊 OK 那我们试一下好不好 看着王凯老师 我看见一棵树 看见梦魂和日出 生命中有个你 总在我身边守护 是幸福的 多远的旅途 多少个函数 和你在一起 纠结的满足 怎样了 有你就幸福 幸福在哪里呢 那是阳光的温度 面部表现有幸福的感觉 爱是一双翅膀 陪我飞过山谷 好的 一个温暖拥抱 满满满的幸福 满满满的幸福 好多了 挺好的 挺好的 我记得上节课 其实我要跟你说一次 就是要有 你要有情绪 这是一首感恩的 一种幸福的歌曲 从你的内心 要感觉很幸福很温暖 你脸上才会有微笑 你才能传递给别人 温戏 我觉得挺好的 等你在自己唱的时候 我觉得你看到前面 还是都挺好的 但是两个姐姐看的时候 你就突然 就眼睛就没神了 对不对 不知道看哪儿 又看看地呀 又看看老师 又看看别的 看看我们的 各位艺术老师 我觉得这时候 姐姐们唱的是什么词 你要知道 你可以闭着眼 你可以 或是看着前方 要有憧憬的感觉 对不对 这样的话 咱们就空白就填补了 而且也像姐姐一样 要微笑 嗯 要开心 尤其相信自己 男子汉什么都能做得到 很棒 加油 那你们继续排练 好 继续 谢谢老师 我看见一棵树 看见黄昏和日出 生命中有个你 总在我身边守护 多远的旅途 多少个寒暑 和你在一起 交接的满足 有你就幸福 那是阳光的温度 爱是一双翅膀 陪我飞过山谷 有你就幸福 那是岁月的礼物 一个温暖拥抱 满满的幸福 我看见一棵树 看见黄昏和日出 我看见黄昏和日出 生命中有个你 生命中有个你 总在我身边守护 多远的旅途 多少个寒暑 和你在一起 交接的满足 有你就幸福 那是阳光的温度 爱是一双翅膀 陪我飞过山谷 陪我飞过山谷 有你就幸福 那是岁月的礼物 一个温暑 一个温暖拥抱 满满满的幸福 一个温暖拥抱 满满的幸福 一个温暖拥抱 满满的幸福 第一个我们带来 有你就幸福 那三位辅导员觉得 今天的表现好吗 我觉得表现的还可以 然后这首歌曲呢 其实它应该是对 父亲父爱的一种表达 通过你们的歌声 让我们也感受到了 然后我也想问你们 那你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你们想到的是谁呢 爸爸 也是爸爸妈妈 也是爸爸妈妈 就爸爸妈妈对你们来说 都是最重要的那个人 是的 因为爸爸妈妈 一路上一直在陪着我们 谢谢我们的爸爸妈妈们的努力 才有我们这么三位 优秀的小姻缘们 是不是 首先我觉得佑希今天挺帅的 这感觉其实非常好 像佑希 文欣 和一向欣荣学一下 唱歌的时候需要笑 因为你的表情 也是大家对你情绪的认知 对你的感知 然后你们三个的合作也非常棒 以后继续努力 加油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说得非常好 其实在我们辅导的时候 给你们在做一些课堂的讲的时候 其实一直在给你们讲 要微笑 要微笑 今天在台上整体还是不错的 新荣给了我温暖的感觉 你们两个也给我温暖的感觉 但是不足 然后平时的生活当中 你们笑得很可爱 在台上就要更可爱才对 我们可能还是有点紧张 所以就是没办法就是注意表情管理 以后我们就是经验多了之后 就可以更多地把微笑展现出来了 对不对 我们三位辅导员小时候都在唱什么歌 黑猫警长 然后舒克贝塔 还有什么葫芦娃 这是我童年 哪首歌还记得的 可以给我们唱两句吗 啊哈哈 黑猫警长 啊哈哈 黑猫警长 桑林冬眠 向你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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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一下子给我们带到了那个童年的时候 那王凯老师呢 不要暴露年纪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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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那时候听的看的是一休哥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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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啊 那回去要好好补课哎 可以可以 那你童年是看什么动画片 哦 我童年没有看过动画片 就是因为没有办法 我是在午校里嘛 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占君资 很缺少童年 所以看到大家现在有这么开心的童年 很好 所以我们回去可以好好的补补课 把那些动画片都可以看一遍好不好 好 谢谢我们三位非常优秀的小姻缘们 请回到我们的等候区域休息一下 好 接下来要登台的就是我们的一位大唱将了 他就是夏侯玉涵 他要带来的这首歌曲是他在三年前就发行的一首原唱作品 当时的他嗓音稚嫩 不加修饰 用最天真的情感唱出了对父亲的爱 如今他的声音脱去稚气 唱功愈发的纯熟 不变的是婉转歌声中的真挚感情 当三年后的他再次来演绎这首歌 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感动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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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掌声有喜夏侯玉涵带来 有你才有一个家 有请 这个歌应该已经很熟悉了对吧 那我问你你现在唱这个歌 就是你自己心里是咋想的 心里是吧 心里有点高 我们先听一下好吧 唱一段 想为你唱首歌 想为你唱首歌 多想你听到这首歌 歌声里都是我 歌声里都是我 想说的活在此刻 想说的活在此刻 为什么停了 因为 因为看到王老师 我唱这个地方 我就怕我唱不上去 我就特别用力 然后用力过头 我就走掉了 我们太多次的在台上 在琴房 或者在练习的时候 经常会 比如高音唱不好 然后这个旋律唱不好 就使劲 那是最不对的 不能啊 扯扯扫子去喊 那绝对不可以 我们听一下他这首歌好吗 好嘞 嗯 这不OK吗 这个高音对你来说不是什么事 唱得很好 很棒的 歌好听 谁给你写的 我 我 这歌好棒 好听 好听 因为当时我写这个歌的想法就是 很多时候就像您那天录制的时候 听您说经常出差 对对对 孩子一个人在家 我就说因为很多这样的家庭 就是爸爸在外面去工作很辛苦 我说等于就是孩子 就是盼着爸爸能回来去陪他 嗯 这个歌应该是很温暖的 首先我觉得这首歌那个写得非常的好 真的李老师肯定是特别用心的去写了 然后呢我觉得你今天唱 就刚才我现在听 有画面感 非常非常的好听 唯一注重的就是情感 但情感千万不能过 一定要保持一个度 就是既让你唱得很舒服 没有说因为你的情绪影响你的声音状态 但是呢又让下面的观众哇 太感动了 这首歌就成功了 这首歌就成功了 这个歌就成功了 川بد的歌曲 我至少温暖的歌词 却活在你的怀里温暖着 你的手牵着我 所有的幸福紧握着 想为你唱首歌 多想你听到这首歌 歌声里都是我 想说的话在此刻 我想说爸爸爸爸 你是我牵挂 为了撑起这个家 你好幸福啊 爸爸爸爸 乌云懂事了 感谢你陪我唱的 我爱你 想为你唱首歌 多想你听到这首歌 歌声里都是我 可想你都是我 想说的话在此刻 我想说爸爸爸爸 你是我牵挂 你是我牵挂 为了撑起这个家 你好辛苦啊 爸爸爸爸 无人懂事了 感谢你陪我唱的 感谢你陪我唱的 又再有一个家 又你再有一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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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谢谢 谢谢夏侯 玉涵 给我们带来 这么好听的一首歌曲 玉涵的表现 还是一如既往的好 她一开口一抬手 然后就把我们带领 进入她的音乐世界中了 然后而且穿的这身 裙子也是非常的香 虽然是一个人的独唱 但我也觉得她完全驾驭住了 就是整个舞台 就属于她的这种感觉 就是气场非常的强大 然后能力也非常的好 玉涵的声音就一直有一种魔力 把我揪住 然后一直就是很仔细地 去聆听她唱歌 然后这也是一首 送给父亲的歌曲 然后也从她的声音里 听出了她对爸爸的那种爱 谢谢冯提莫老师 我是觉得她的表演风格 非常地成熟 然后在这首歌里 其实她的感染力 确实比较大 她的情绪感染力 已经感染到我了 然后我觉得 确实真的很感动 听王开老师说 你的唱功非常非常的稳 能轻唱两句吗 轻唱两句 太厉害了吧 老樊 太厉害了吧 老樊 你现在能够自己写自己做更好的歌 加油 真的是上帝给予你所有的一切 所以其实说要感谢你的父母 祝福你越走越好 是 我们都看得到郁寒身上的天赋 就像王开老师说的一样 这样的天赋 也是父母给她的一份礼物 我们要珍惜这份礼物 然后把它继续地发阳光大好吗 好 好 谢谢郁寒 接下来我们要 请郁寒选择下一位出场的表演了 你会选择谁呢 那我就选 让世界充满爱吧 好的 让世界充满爱 同时也谢谢郁寒 请回到我们的后场区域休息一下 郁寒选择 你怎么了 你嗓子有点不舒服 阿鹏 别担心啊 当你咳嗽的时候 你就直上一个 四姑娘山杀鸡喊片 这是来自四川省阿霸小金县 27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的杀鸡小果 有助于缓解 咳嗽 去谈 杀鸡小果 VC含量特别高 休息一会儿我们再排练 用歌声放飞同声 欢迎来到芒果TV宝贝有戏 天籁同声的现场 我是你们的同声助力人小虎 欢迎大家 来 葛仙村过几天神仙日子 本节目由江西上饶 葛仙村度假区 独家冠名播出 好 接下来出场的是 一组四人表演 他们要带来的这首歌 大家应该都 不止一次的听过 在不同的场合 被不同的声音所唱起 而今天 在宝贝有戏的舞台上 纯净清新的同声 将再次唱响这段 简洁朴实的旋律 不需要华丽的技巧 也不需要繁复的曲调 我们依旧 会得到源源不断的感召 这是一个永恒的梦 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憧憬和渴望 接下来掌声有请雷浩宇 张婉儿 杨雨琪 文振宇带来 让世界充满爱 快点 来了 说你们的快点 过来 有望吗 没望吧 还脸都没望吧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 直接让金默老师看我们 让世界充满爱 然后给你们提笔记 给你们提意见 对 我还没听过这首歌 我看一下你们演绎的怎么样 好吧 拜拜 轻轻的碰着你的脸 为你把眼泪在 阿闪脸是机器 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去补助它们 嗯 这颗心永远属于你 告诉我不再孤单 我们跟风雨 我们共追求 互相看对了 给予对方希望和肯定 我们就算你 同一样地来 看着蜡烛 许愿 很好 嗯 挺好 挺暖的 很温暖 我作为一个大姐姐听了 我都觉得特别的感动 因为这首歌叫 让世界充满爱 我其实也想知道一下 你们对于爱的定义是什么 然后你们想把这首歌唱给谁 嗯 玩 白衣天使 白衣天使 医护人员 你是想唱给他们 嗯 好 浩浩呢 爸爸 唱给爸爸的 为什么唱给爸爸 为什么呢 想让爸爸多多陪我 想让爸爸多多陪你啊 哦 是因为其实他们 就是爸爸妈妈不经常在你身边吗 妈妈一直陪着我 但是 爸爸就工作 会很少时间陪你是吗 那我们也希望 你说的这个话 爸爸能够看到 能够听到 然后以后能够多多陪你好不好 好 所以你要更坚定地唱 表达给爸爸 好吗 对 郑宇呢 嗯 我觉得让全世界的人 因为这首歌也叫 让全世界充满爱 我觉得让全世界每个角落的人 都会感受到我们这份心意 嗯 挺好的 就是大爱 对 所以你们就要更多的把你们的情绪 通过摄像机 传递给你想要传递给的人 对吧 嗯 琪琪呢 肯定是唱给自己啊 为什么唱给自己啊 让自己充满爱 你很有想法 很爱自己 也OK 把这个爱给自己也OK 没关系 都可以 只要你们心中有所想的东西 就OK了 带着这个爱 然后就是好好地把这首歌唱出来 就是你们刚刚说的 好吗 加油 加油 你有没有クオ中啊 加油 ��声 其实你好 可以 也不安 你其实是 modern 静静的碰着你的脸 为你把眼泪擦干 这颗心永远属于你 告诉我不再孤单 深深的凝望你的眼 不需要更多的语言 静静的握住你的手 这温暖依旧未改变 我们同欢乐 我们同忍受 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 我们共风雨 我们共追求 我们共存 同一样的爱 无论你我可曾相识 无论在眼前在天边 真心的为你祝愿 祝愿你幸福平安 我们同欢乐 我们同忍受 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 我们共风雨 我们共追求 我们共存 我们共存 同一样的爱 我们共风雨 我们共追求 我们共存 同一样的爱 我们共风雨 共追求 我们共存 同一样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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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位宝贝有戏的 非常优秀的前妻学员们 谢谢你们 我觉得他们就算蛮可爱的 这样搭配一个大哥哥 然后带两个小妹妹 和一个弟弟 然后一起就是手捧蜡烛 唱这首 大家都很熟悉的歌曲 然后还有就是浩宇 你之前不是彩排 然后去看你们那个 就是私下练习嘛 然后也是跟你们说 这首歌希望笑着唱 会比较好 给大家带来温暖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你这次做得非常的棒 然后笑得很温暖 就暖到我心里了 很可爱 就你们的表演形式是非常好 让我在你们身上感受到了 你们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爱意 但是我希望在以后的演出上呢 可能更多的要放在唱上 因为大家人多 可能控制 在控制声音的音量上 可能需要注意一些 而且唱歌它不是一味的用力 就是可能需要你们用自己的情绪 来控制自己的声音 这个可以慢慢学习 因为你还小嘛 你们在最后一句 之前 你们四个人的对视 那一下真的是温暖到我 是 传递了他们的爱 真的是这样 让我感受到了你们的爱 好的 谢谢我们的三位辅导员 也谢谢我们的四位小音员们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也请回到我们的后场区域休息一下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十三位音员 给我们带来的六组表演 都已经全部结束了 不过刚才在开场的时候 也跟大家介绍过 今天我们的舞台上面 也来了两位新朋友 他们和老凡一样 喜欢用音乐讲述故事 用原创表达情感 让我们掌声欢迎林雨昕和童话 带来他们的音乐作品 有请 第一次呼喊你 第一次呼喊你 你像天使一样 拂耀我长大 第一次的声唱 你泪流满面 你像魔鬼一样 对我严加训练 有时候让人气愤 你像魔鬼一样 有时候让人心疼 你满足我所有愿望 可我竟还不知足 我最最亲爱的妈妈 你是我唯一的依靠 你要我累到这世上 自己却辛苦了一生 我最最亲爱的妈妈 我说你是这世界上 最伟大的女人 我一天天长大 可你却慢慢变老 有时候让人气愤 有时候让人心疼 你满足我所有愿望 可我竟还不知足 我最最亲爱的妈妈 你是我唯一的依靠 你要我来到这世上 自己却辛苦了一生 我最最亲爱的妈妈 我说你是这世界上 最伟大的女人 我一天天长大 可你却慢慢变老 我最最亲爱的妈妈 你说我是这世界上 最坚强的孩子 我们一起长大 一起去实现梦想 一起去实现梦想 谢谢 谢谢 谢谢童话给我们带来 这首非常好听的 伟大的女人 接下来有请林雨昕 带来《生而不凡》 谢谢 四颗图画的每一处色彩 是梦想 是梦想 曾给过我的期待 踏实而远去 时而再归来 发现了 我又在原地徘徊 那感觉如风 直击上空 那灵魂如梦 是我一直 要追逐的梦 我们生而不凡 要点勇敢 那些付出的泪 是我对未来的期盼 我们生而不凡 我们生不怕孤单 也是泪中 夹杀着 对自己的信赖 叫为了不凡 不凡 不要忘记 你的多么坚强 现在给我一个信号离开 因为我的时间无法等待 无论是绝缝还是等风来 我们的阵途是星辰大海 那感觉如风刺激伤空 那灵魂如梦是我一句要追逐的梦 我们生而不凡要点勇敢 那些付出的泪 是我对未来的期盼 我们生而不凡不怕孤单 也许泪中夹杀着 对自己的信赖 要勇敢向前看 不管留多少换税 不怕孤单要进去盼 也许泪中夹杀着 对自己的信赖 四颗铺画的每一处色彩 是梦想曾给过我的期待 谢谢童话和雨昕给我们带来这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谢谢二位 来三位辅导员今天都是第一次看到我们这两位新朋友的表演 感觉如何呢 我想问童话 然后这首歌都是你自己创作的 对是我自己作词作曲的 这么小的年龄 然后就是又会作词作曲 然后还会自己弹唱 会乐器 我觉得很羡慕 然后就看到你在台上表演 就想起了我自己 在你这么小的时候 可能在学乐器 但学了一个月就半途而废了 就非常后悔你知道吗 所以也希望你能够一直坚持自己的喜好 然后一定会很棒 谢谢老师 雨昕你之前是有过很多次舞台经验吗 从四五岁的时候 是 就看得出来你的舞台动作也是精进设计过的 这但是动作就是一多呢 这个可能就把你自己的声音会掩盖一些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诠释这首歌的话呢 可以把加强就是唱歌部分的这个优势 然后动作的话其实可以不用那么多 也是能够通过声音能够表达出这种感情 谢谢老师 其实我觉得童话的这首叫《伟大的女人》 是写自己妈妈的 这个歌词它很真实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做得更好的 就是能够把旋律再斟酌一下 然后吉他上它是有强有弱 是需要自己去控制 好的老师 希望你以后能够更好 谢谢 谢谢 我觉得都挺好的 童话的以这个都是自己作词作曲 第一不缺乏真实 第二个我觉得旋律上 也可以听下我们方老师的意见 有一些的改变 然后呢在声音上 其实有很多东西特别打动的人的声音 不见得是强的 也许是弱的 所以说要想一下这种感觉 与其呢有些动作是适合你的 有些动作可以去斟酌一下 是不是不要在舞台上出现 还是要我们换一个更可爱一点 或是更坚韧的一个动作 整体我觉得在唱功方面 还是也都是不错的 是 谢谢三位辅导员 那童话这首歌是你在多大的时候写的 这首歌是我在12岁的时候写的 12岁的时候 那当时妈妈听到这首歌感觉如何 主要就是我妈妈就是一直对我都 就是可能付出的就是特别特别多 所以我不知道有什么去回报她 所以我写了一首歌给她 所以妈妈收到这份礼物的时候一定很开心 对不对 对 也希望我们的童话可以在音乐道路上 走得越来越远 可以让妈妈为你骄傲 好吗 童话的写得很真实 我觉得就是很符合她这个年纪的东西 其实我想教孩子们 也不是说我要教他们一些什么知识 怎么样 其实我是想告诉他们用心去感受 去感受世界 感受身边的爱 好 谢谢二位 也请回到我们的等候区休息一下 用歌声放飞同声 欢迎来到芒果TV宝贝游戏 天籁同声的现场 我是你们的同声助力人小虎 欢迎大家 来 葛仙村过起天神仙日子 本节目由江西上饶 葛仙村度假区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本节目官方合作品牌 小金线四姑娘山 天然沙奇视频有限公司 大力支持 谢谢你们 谢谢今天我们的所有小银员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最后老凡辅导员还带来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少年不知》 《愁滋味》 他将选择三位 最适合这首歌演绎的银员共同来完成一个合作舞台 来 老凡 你考虑清楚了吗 我想选择的合作音员是张婉儿 雷浩宇 何又熙 因为我是觉得这三位小朋友的声音可能 就是跟我可能能够搭在一起 会产生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好的 下一轮就是我们第四轮的公演了 也是最后一轮的公演 我们的两位辅导员还有什么话想要跟下一轮的小音乐们说的吗 我觉得放开了唱放开了玩吧 其实他们来到这个舞台就是展示自我 然后做自己的 就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然后轻轻松松把这当做一次成长的体验就很好了 同上两个次 我特别同意提莫的这个说法 他们每一次的公演 我觉得都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通过我们宝贝游戏这几天的生乐训练 还有舞蹈训练 还有表演训练 我觉得他们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所以说孩子们放心地玩吧 好的 下次感谢我们的三位辅导员 也谢谢到场来聆听我们天籁同声的所有观众朋友们 谢谢你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 今天的课间活动主题是夜游葛仙村 好 那我们就走吧 各位老师小朋友们 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呢 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灯笼的体验区 那灯笼呢在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喜庆的象征 现在请大家跟老师我一起手动制作一下我们的灯笼 那制作完成之后呢我们一起提灯夜游葛仙村 太棒了 画什么呢 画的什么呢 我画一条小蛇 我就属蛇 你看你提摩姐姐在上面画的什么 小老鼠是吗 这不跟老鼠像吗 这是一个蘑菇 看不出来这是蘑菇吗 小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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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森 你这画的是什么 2 这个是蛇 我以为是只可爱的小泥丘 辛蓉 你这是画的小蝌蚪是吧 一会儿您在这里 我知道我在画什么了 好的 文心画的是 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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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辛蓉你写的太好了吧 你这写的名字是吧 我也写个名字 都写了名字了 这么厉害呢 给大家看一下 展示一下 一棵草和一个树 然后这里写上了我的名字 嗯 很不错 很不错 我画的跟它一样的 很漂亮 我画的这一面是一个云 然后这一面是 我不知道就是什么 我不知道就是什么 态度太乱 辛蓉你画的什么 辛蓉看看 我画的是爸爸和妈妈 这是去夜游什么 这是 对 好的 我们的凡 我们的凡老师看画的什么 非常抽象 就是懂得自然懂 对吧 也就送给有缘人 歌唱挺好的 就是能画画插的点 好 有中国两个字啊 很漂亮 夜空中最闪亮的新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你看一期一块 宝贝有戏 中国加油真好 好 这个呢是我们十三个 宝贝有戏的小朋友 一起手拉手 心连心 来到了 来到了葛仙村 你推得多吗 谢谢 有山有水 特别的漂亮 风景如画 然后我们的夜游就开始了 我们走吧 走 夜游葛仙村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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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一个风乐高高的机器人 嗯 哇 这就是你 那那一个蛇吧 好 那叫蛇吧 好吧 再现走 吹吹 吹气 吹气 哎 硬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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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天哪 啊 有一块 你一块卖鸭糖 快快快 叶老师 拜拜 拜拜 继续逛我们的葛仙村 走的 走吧 前面呢 是我们葛仙村的一条非常有名的街 灯笼街 哇 好漂亮 这么多灯笼 哇 好想摘一个下来 很多很多 土豆树不清 我们的灯笼街漂亮不漂亮 漂亮 这呢是我们的仲妙阁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好看的灯光秀表演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 好 开始了开你了 好漂亮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蝴蝶 下雨了对不对 一 undoubtedly 下雨益 哇 魂蝴蝣 太高了 哇 哇 是什么神仙画的圣呀 哇 像我 哇 像我 我们这一次的夜游就结束了 大家开不开心 开心 那么就让我们在今天的夜里 让我们在睡梦中 去享受我们的美好时光 好不好 好 今天是我们第四轮公演的现场了 我们这一轮的公演主题叫做 追风少年 给我看到的呢 不是三只笨鸟 我觉得是三只聪明鸟 因为我就觉得他们唱出了这首歌 那种不屈 还有那种坚韧不拔的感觉 梦想就在不远的远方 珍珠就能抓住心光 从余涵说起啊 我没想到你的舞蹈也是这么好 我觉得你也可以去要演音乐剧啊 哇 所以王凯老师是来我们的舞台上选苗子的 看到好了就带到国家大剧院去 我觉得有机会一定要推荐他们的 这个歌唱得非常的走心 很好 他的声音就是让我回到了小时候那种感觉 就是很忍不住 然后刚刚我的差点要哭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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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